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有Stanley Stanley 你好 如果大家有甚麼問題想問Stanley 或想和Stanley談話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8年46566 或將問題WhatsApp到91571428 亦可以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每同一時間我們耀財在京台的Facebook 和YouTubeChannel都在直播 大家有甚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跟著跟大家看廣估現在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現在升上35點 乏28,302點 而國企指數升上37點 乏10,843點 而大股市成交金額暫時是570元左右 看A股 A股看到主要指數都是向上 上正升大約9點 報2,948點 深正升25點 報9,284點 而創業版指數升3點 報1,532點 跟Stanley說回大股市情況 看到革命美股做好 但對香港股市的刺激好像有限 看到港股今早要低150點的超過 但隨著A股反彈 港股才由跌轉升 但始終都很據 市場上暫時有沒有甚麼利好消息出來 效市是否還要再整顧一下 都是 不過我剛才看見你流視 我剛才聽到你有讀過 對 現在廉柱 剛剛算了 曹桂子租廉柱起訴 涉串謀 啟炸 對 不知道是甚麼事 不過這些 都是圍繞過番時 康雲那件事 不過大家可以當又當 知道一件事 當個流視大家可以再看一看 因為他也看了很多公司 大家都知道 好,說回市 又問Stanley的事 好悶啊 最終的市場好像沒有甚麼方向 上上下下下 是否都維持在28000至28500 都在區間上行 對,因為最主要大家都是 現在都不知道想怎樣 對,不知道可以做甚麼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現在入市的信心都不夠 你說現在究竟好像這些市場 就是向上還是向下 你都真的都看不到 因為最大的問題就是 現在大市本身仍然都被 在這個媒體 困擾著 是 即是說除非你不是 在戰裏面 有些比較是 即是正常播出一些消息 如果不然大家 都仍然處於 比較是官網的情況之下 你的大市 不會有甚麼很大的變化 即是都是 拉鋸 是 還有你看到A股那邊 現在其實大家在等 即是都在觀望 在打流的時間 內地方面 有沒有一些政策 可能會叫做 即是扶持一些個別的板塊 對,昨天的數據都是很差 差的 其實是差的 其實昨天晚上的時間 美國的數據都是差的 但特朗普就懂得玩 即是基本上你看到他差 美國曾經在開市的時間 都跌百多點 但他轉過頭 又說和A股那邊 談了一些記者的慣賞 可能又會延遲 延遲 延遲六個月 對,所以當時消息出來的時間 立刻的視頻又好像又變得好很多 所以你只可以說 他有他的一些能耐 伎倆 伎倆 他是不是欠了重貨的 特朗普都自己 我不知道他 不過我覺得 如果可以去調查他 現在搞變科 他太影響了市 太影響了市 沒錯 你說港股這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方向 你看到公司的業績 出來 有時 佛善觸塵 有時沒有太多驚喜 所以變了市 現在還處於一個拉鞋的格局 很悶 志同最近沉迷了炒鍋 劉鴻仔 他說 那市很悶 都不大上大陸 想炒 想買都沒有心碎 搞到 很悶,不玩 這兩天都沒有好玩 真是 我真的看都沒有 拖一下 都是的 最重要都是 看清楚 觀望一下 有心水才會入市 不要互動入市 最慘的 現在你說A股有些 好像不上不下 是的 A股又是 又打不起 我們經常說 港股都很跟著A股的氣氛去走 但當你現在A股都不打的事 你港股這邊更加沒有方向 更加知道如何 希望阿公快點出手做一下 沒有 我覺得現在又不是不想出 但又真是很威 尷尬 顧忌 你不知道美國搞哪一科 因為你有空 就搞一下我們 這邊的公司 好像華為這些 你現在是會煩 但又變了 現在沒有 當是一個 港股 A股也好 之前急升完之後 現在叫做整股一下 就休息一下 但希望這個五月都不要太窮 現在 始終升了四個月 如果不要太窮 少少窮 都要看看 究竟阿澤 阿澤和特朗普 就是搞哪科 是的 看看你搞什麼 剛才Stanley也有說到 最近其實都有一些業績 都有一些企業公佈了業績 是的 跟大家談談 首先說一隻銀魚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公佈了第一季的營運數據 見到淨收益大約是130億港元 按年和按月都要下跌了百分之百 而且看到特別的鬼賓廳業務 其實都有一個明顯的跌勢 看到業績出來了之後 銀魚的跌幅都擴大了少許 本身剛才看到1%左右 現在跌了1.5% 曾經跌了2% 之乎大家都不太收貨 是不是對鬼賓廳業務 都有點失望 其實是很失望 因為這一邊的數字是差的 差的 因為如果你看回來說 我駕駛了這麼說 其實這份業績 你說它哪裏是怎樣 一定是不理想的 是頑皮的了 那個股價不要看 股價剛才沒有跌 跌了 跌的又不算很多 但是反映反正 大家都有些 都心裡有數 都要預了去差 是 都預了業績大的會跌的了 其實嚴格上 你說它的跌幅是否很厲害 又不至於是 還有 你只可以說 駕駛廳那邊的表現 是真是頑皮的 怎樣是頑皮的 跟大家又分享一下 它的表現 你說如果以回 它那個最主要的項目 澳門銀行來的話 那個叫轉馬數 上年第一季的時間 是差不多2,040多億 但是今年第一季 只剩下1,300多億 其實這樣算的話 按道理 這個也做得差不多 接近2,3成 如果你計算它的收益 那個跌幅 大概是1成了 如果這樣算 按年跌6 按月跌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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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月跌7% 按月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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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個人 目避免成還 Es Julia 銀河的表現應該都會比較差 問題是看看下半年的時間 有沒有可能有些改善 這個是現在銀河現時的情況 因為都預算差之下 你看它的價格 為什麼好像又不是跌得下呢 最主要反映這個因素 但是怎麼說都好 出來的業績表現是差一點的 還有反映我們說VIP的影響 都真的比較顯著 所以看看之後的時間有沒有機會 中場那邊可能做大一點的份額 不過就是這份業績不收貨的 是因為價格已經掉到之前的時間 看圖其實跌了很多 這陣子沒有辦法的 很多估計的程度上都是看人民幣匯價的走勢 人民幣匯價在這一輪的時間也不見得是好 所以它的價格達不到都是合理的 還有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變相之下中場那邊的 中場那邊的比較多的博彩股 可能它的比例會比較好一點 會理想一點點 是啊 但是銀河這份業績 其實真的不收貨 只不過是之前叫做跌定了 股價現在這些位置不算很貴 真的很高 所以令它的價格比較硬一點 Stanley 你看今年年內 貴賓廳嚴望是否也未必有太大的歧息 因為始終在賤陰謀之下 又是人民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也很難可以重複升軌 我應該沒得翻身 蛤 沒得翻身 VIP 這一邊 你想想其實有很多因素影響到它 其實你說中國經濟狀況是一個因素 第二就是說人民幣匯價的表現 以至於另一方面 內地方面對於資金的管制 就是那個情況 其實這些因素反轉 其實就是現在當前 豪島股那位困局 為什麼你說他們的表現會這麼差呢 因為第一 人民幣匯價好像又不太行 內地經濟又不太行 而第三就是說 假設人民幣匯價再貶下去的時間 大家會擔心會不會有些 好像想支管這些因素 所以豪島股其實現在是處於一個 比較不利的狀況 但只不過是他們的估值 就真的叫做這位 不是算高不是算貴 所以變成它頂得住 還有你看看銀魚本身 它的正義現金很多 不過它要用來發展 叫做銀河的三四期 是啊 它接下來都會搞三四期 有環琴 建過度假村 是啊 看看這些出來 有沒有機會令公司的業績 有些比較好的提升 不過其實說真的 有三四期也好 是不是真的幫到手呢 因為不要忘記 其實你說現在 如果你解釋那個的表現 我們說那個叫做什麼 整個賭取是差的時候 按道理 那些人真的去賭那個醫獄 甚至乎有一個人流 真的少了 而且他們那些是中場那邊的話 如果三四期是幫到手 但是那個效力應該 真的不會太高 我覺得之前和Stanley 談開 那些銀河上呢 你都說你未必開太久了 可能都在想會不會走 是啊 現在這個價位了 是不是現在五十一個多了 你走不走呢 Stanley 那又不走 我會覺得這些位置可以搜一搜 而且你見今天的價格 出了業績之後都不對 也差不多了 我覺得做算是這樣的 反而轉換 如果真的 談判那邊有些比較正面的訊號 人家的價格彈的話 去到五十五樓上的位置 應該是不難的 不過到這個位置 可能我會考慮一下 走過去 沒有辦法 我還要買一隻煤氣 我還未買煤氣 今天又有什麼價格 19.02 還有上回去 即是失敗 19.02 是啊 不過它說真的煤氣 如果你看它走勢的話 它都很硬正 而且因為 你看它的圖都很硬正 它這些位置 大概先去看看 你看它18個半的位置都很硬正 它和領展都很硬正 是啊 所以你說現在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回13.02 18.02 买加注 我們記得當時還說 有沒有機會下回16.07 現在已經去看到18.02 Stanley 不驚不驚驚 要看到18.02 有沒有機會下回 下回就下回 我還要砌一手 是啊 接下來是否應該排 它好像五月尾隨正 所以都要下決定 但是五月尾之前這段時間 它都應該不會下太多 Stanley 對 你的市景又好像又不知怎樣 而且拿得多的話 說真的 拿得多的話 最多拿回去 真的比你加18.02 又好 拿回去大概18.02 這位置都會有支持 所以差了一點 算數 而且現在市這樣 大家都走去一些避險 就是公用股身上 對 你見那個市大跌 它們其實都保持得到 仍然有個硬正性 要沽了銀魚才夠錢買梅器 可以炒 五十五元 Stanley 希望它上回五十五元 短期 五十五元 我會想沽銀魚 如果這樣想到五十五元 但Stanley你這樣說的話 沒有辦法 我抽不夠錢買梅器 我又可以借給你 Stanley 剛才是十厘米 十厘米 剛才說你是大耳孔 一個小時十厘米 一小時十厘米 一小時十厘米 皮跳得很快 你再不快借到20厘米 看筒不前就有多好 射你了 射你了 射都射不前 真是十厘米 好啊 真的很好做 十厘米 馬上出去借Stanley 麻煩你 不要放銀魚 Stanley會升到五萬元 算了 我估他 就算現在估他 我成本都沒有這麼高 那你就說 好了 和Stanley談完銀魚之後 又要談談騰訊 昨天他出了業績 又和你談談 大家都很關心業績表現 和股價走勢 補好大數給大家聽 看到純利按年增長了一成六左右 而根據非通用會計準則的 純利按年升大了一成四 但有些分析說 其實他手櫃收入的增速 是上市而來最慢的 大家都要撿著 這一點 增速增長得慢 不太行 見到其實大行出一些報告 都有些分歧 偶爾ADR要跌 今天騰訊也要跌 但之後見到他就有跌轉升 現在都是偏遠跌大 跌大1% 370元這個稅位 Stanley又和他談談業績 你有覺得業績收不收貨 會不會容易呢 你覺得OK的 昨天看到 初步看下去 你可以說 收入的增速其實是慢了 這個是真的 這個都可能是質疑 但有得解的 因為你想回頭 去互聯網廣告那邊 那邊是差的 可能經濟環境真的叫做差了 還有可能競爭大了 但你說遊戲那邊 你都預料到第一季不會好到哪 是 始終你想想之前的時間 你又停了一些版號 是 那你想第一季的時候 咦咦咚咚咚的 當時那個業務發展 都很厲害 是 所以你一比較翻的話 你覺得第一季比較差 這是肯定的事 但是大家 你會大問題 如果你說去 去第二季打後的時間 反而我會覺得 有點憧憬 因為第二季本身 你想回頭 它有很多的遊戲 好像現在說 和平正經 好像現在雙夜拍到 是 跟著另外 那一隻原味世界 有一次好像很厲害 所以要看下 第二季打到來的業績 打到來 看看行不行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他的業績 是值得給他 一季時的觀察 如果這次打到來 那邊是好的話 按道理 他的價格 不會差到那邊 其實你今天 他的表現都不算差 OK 我覺得之前和Stan的談過 你都說 他稍貴的業績 是沒有期望 沒錯 所以這次打到來 都叫做有驚喜 都叫做有安懷 我覺得OK 我覺得收貨 你說是否很好 又不見得是 但起碼 你會覺得 沒有說好像 趕得那麼差 有時沒有 看你打到去哪個位 你任何一間公司的業績 一定有人挑剔 但你說這個位 收入跌這個位 我覺得 又不是很舒服 很嚴重 而且這次 它的價格控制得好 還有之後 你說它的發展 你看到 靠 支付這些 都不是第一次說的 我都說 那邊的增長 其實是不差的 他是不是這次都拆了出來 和大家披露了 拆了出來 所以其實 我這樣 騰訊 做了這一步 都反映了 他覺得這一範 是有信心可以再做大 所以其實都變成 370 現在這個位 我會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Stanley 你留點錢 要買煤氣 買煤氣 不要這麼心急 Stanley 你 沒有了 我當然想買的 先在騰訊 不過一來要做節目 二來真的沒有 留點錢買煤氣 我們再想想 Stanley 我和你先回答Facebook 問題 待會再談其他個股 或者板塊 我的朋友 他想問1299 有幫 他沒有貨在收 我想問一下 什麼價位可以入呢 有幫 有幫 嗯 等等 有幫 其實這位買 又沒有說不行 不過我想最好 都是建議 75元以下的位置買 適合 有幫 其實論了業績表現 其實這次不算是好 不算是好 還有 有些因素大家要關注 因為人民幣 就是美元強 即支美元強 對它來計 是有些負面影響 是 新興市場那邊那邊 有機會因為這樣而拖拖 嗯 特別是它很多業務 除了中國 香港之外 就是東南華市場 泰國 也有 沒錯 你說人民幣 所以美元升那一刻 可能引發資金外流的話 對於它當地的發展 其實是有點不利的 所以這件事 反而要關注一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其實人民幣貶值 對它有沒有影響 按道理是沒有的 但是間接性是會有的 因為大家有沒有印象 上一串 又一串的時間 有幫助股價跌得比較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內地說 因為資金滿制 資管這件事 曾經對它的股價 構成一定的 因為那時就是 那些內地人 又不會下來 例如說 賣保險 有限制 那一陣 它的股價跌得很厲害 所以變成這些因素 我會認為現在大家要關注的情況 所以你說它的前景 我覺得發展上是OK的 但是短期這些因素 基本上它的股價 有比較大的波動 所以如果你的日子要賣的話 75元左右 我覺得75元是一個 挺不錯的 深水的買入價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等等 可以的話 這位朋友就靠低一點 沒錯 現在看到有幫 都要逆時跌 但是0.4% 是77.05元 Stanley就建議 可能靠低75元 這個水平 可能就會吸引一點 好 然後又想和Stanley 多說一些個股 說一下中興 因為剛才你也提到 特朗普有了出手 對付華為 看到特朗普頒布了一個行政的命令 就說信息和通訊技術 這些服務面臨到威脅 就宣布國家進入一個緊急狀態 就說會限制華為和中興通訊 在美國銷售一些設備 見到中興今天 受到消息的影響 股價都是要下跌的 現在都下跌超過4% 在21.8% 你看Stanley 他限制華為和中興 會不會是一個 他對付貿易戰的 一個手段 一個策略呢 未必是 但是你可以說 有沒有關聯性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其實搞華為 他都不是第一次想搞 是 是 為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 你說現在 美國方面 我想他有些想恐慰 就是 在電訊業發展那邊的領導地位 因為其實你說 5G的設備那些的話 華為真的應該是不差的 他真的有這麼大的公和地位 是 所以為什麼有5G的發展 你看到華為的發展 都想比較快 是 但是你說為什麼 中方這邊都想這麼想 拿一個叫做主導地位的發展 其實這裡有些 背後有些原因 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3G、4G的年代 其實那時候 因為都是一些 我們說是外面的公司 叫做研發的 是 這個準則都是他們定的 是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 假設 你要用這些 比如說 你用4G的手機 比如說 你用這個 用GSM 是 你要給一些專利費 給這些公司 所以假設 你說為什麼 5G的時間 中方這麼想有這一樣東西 最主要就是 因為在3、4G的年代 你應該給人家 你應該給了不少錢 如果假設自己做得到的話 變相 你是不單單 不需要給人家 甚至乎 收回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背後 一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 美方都有一些阻礙 是在背後的情況 但是你說 以當時來看 是不是真的會很大影響呢 老實 我覺得美國方面 本身 你說買華為 中興這些 直接買 應該真的不多 因為都不是現在這一刻 一直以來 都可能是不多 不過可能他們一些消費者 可能對不同的渠道 可能去買華為 中興都真的不出奇 但是他們的發展 最主要都是在國內 還有就是 歐洲和地區這方面 華為其實本身有一定的優勢 還有說真的 你怎麼這麼不給他們做 人家一轉 你見他們都受歡迎 銷量方面是厲害的 所以反而這一轉的時間 是氣氛上影響到 中興的股價走勢 不過問題是 這些價位 我時都強調 不吸引 你給我選擇的話 中興這些 20元樓下左右 你說後都未遲 現在這些位置 不建議追貨 但是如果這個消息 一直困擾下去 嘩 可能下回20元 那就好 到時才再開 但如果未明朗 我又未必敢買 對 尤其是這些消息的東西 轉去炒賣一轉 所以變成現在沒有 都是偏 正觀其便 沒錯 都是等下 看看消息 說沉面上有沒有發酵 或者有沒有更多消息 沒錯 然後Stanley 我們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對朋友 正在等我們 電話旁邊有位謝先生 謝先生你好 謝先生你好 兩位好 你好 你好謝先生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市場 看看怎樣看 看淡 多點 還是比較看 拉腳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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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實你見過市場 這段時間都是28000 28000 這些位置都拉腳 因為始終很明顯 投資者方面 入市好像沒有這樣 因為不知道 談判那裡 有什麼新的進展 但是反過來 你說是不是又很差呢 大家又會覺得 內地方面 可能有些刺激措施會出台 所以氣氛上面 現在處於一個比較 是多拉腳的狀態 其實你不要說廣告 A股都是 A股都好像現在這位 回到2950這位置 有些好像不上不下 所以現在沒有 大家都是觀望等 等消息 你看到成九兩都是 成九兩都不多 現在的廣告都是 所以變了 這一段是比較悶 但是有沒有一些板塊 是值得再撐一撐的話 其實現在都在難度 如果你敢搏的話 你可能考慮一些 我經常都說你敢搏的 可以考慮一些 電訊儲備股 甚至乎創科這些 你說創科50元 即50元以下的位置 其實之前是直搏的 不過現在又51元左右 有點尷尬 所以變成現在沒有 我看了某些板塊 但是個人認為 市場又差不多 但只不過是沒有一些消息 沒有什麼動力 沒什麼消息 推升市場 沒錯 現在都是悶局 謝先生還有沒有問題 想問Stanley 我看波幅區鑑 如果大概是 會去哪個波幅上上落落 那是否覺得 還是28000至28500 這個位置 暫時都是 28000至28500 對 其實大又不是大 不過現在大家真的 所以大家是磨 拉脚 另外我想問一下 騰訊這次算不算符合業績 如果要看看符合 或者是否今天又會跌 其實你說股價的升跌 有時候又未必跟 一些基本面有直接的關係 兩體 長期一定是 短期的時間 有機會未必會跟一致 業績好還是壞呢 大數方面 盈利方面其實是OK的 為什麼呢 這次是靠減散成本 成本控制得好 但它的設備方面其實是比預期差 但你見到行業績 其實對於這次的業績表現 我覺得是正面居多 只不過有時候報紙又覺得 這方面可能差 好像煲得很大 但問題是有解的 因為說真的 SR方面你預期了它又不會太好 另外 廣告那邊 廣告那邊 其實差這個 是令大家可能有少許意外 但未來它的發展 都是譬如說賺 甚至支付那邊 其實還是保持著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仍然會拿著貨 而且我仍然會覺得 值得長拿 這些位置仍然是 因為我自己部署上是中長線 我沒有理會 但短線 370這些位置 是不是很 分率性很高呢 一半半 因為你見到今天的時間 都落去367這些位置 沒錯 所以你說短差 就比較難給意見 但中長線的話 這些位置都值得 你考慮一下 好 謝先生 又可以參考Stanley的建議 說說市場還是很悶 Stanley 沒錯 他做了半個小時 還在升12年 也會升幾十多 成交610億 坐在那裡很少 是啊 好悶啊 希望快點有明確的方向 希望 當然就希望他大升 希望 好 Stanley這一節 都和你談到這裏 謝謝你解答了 你的朋友仔的問題 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我們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久呢 有銀魚 然後有騰訊 加煤氣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